大家好,我是阿鱼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道超级美味的传统小吃 水晶狮子饼 这道小吃本经有着独特的风味 还有浓郁的香甜味道 相信你一旦学会就会爱上它 首先呢,我们挑选了一些成熟的狮子 成熟的狮子摸起来转眼的颜色鲜艳 这样的狮子口感很好,甜度也高 把选好的狮子的摘去根部 这一步可比较小看 根部会比较硬,会影响后续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把狮子放入到盆中,倒入开水 这样能让狮子的皮更容易去掉 等狮子在开水头稍微给它泡一会儿呢 我们就开始撕去狮子的外皮 一一撕去之后,我们准备一个网塞 把去皮的狮子放到网塞上头,轻轻按压 让狮子的汁水通过网塞呢,过滤到盆里 这样为了让狮子的汁水更加的细腻 没有那些小的果肉颗粒或者杂质 这样做出来的饼呢,口感才会更均匀,更细腻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步 在过滤好的狮子里,先加入100克的糯米粉 糯米粉可是让狮子饼有那种软糯口感的重要原料 然后呢,根据狮子的量放入适量的面粉 这段面粉不要一次加的太多 可以一点点的加,边加边搅动 直到搅拌成比较均匀的面团 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团呢 有了一定的粘性和弹性 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再加入100克的白糖 把白糖放进去后,再次给它揉搓均匀 白糖加入会让狮子饼吃起来有一种清甜的感觉 和狮子饼的甜味呢,相互硬成 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再次揉搓好了之后呢 再加入30克的食用油 食用油就像给面团做了一次滋润 让面团的更加的光滑,也更容易操作 再次揉均匀后,把面团放到一边 让它饧上20分钟 在饧面的这个过程中呢 面团会变得更加的轴软 这时候做出来的饼呢,口感也会更好 甚至行变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是准备好的馅料 这个大碗准备了120克的这个红豆沙 红豆沙甜甜的口感细腻 这红豆沙也是买的超市现成的 是这个馅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旁边放的有核桃仁,黑芝麻,花生儿以及葡萄干 核桃仁香脆含有丰富的营养 黑芝麻不仅香,而且对身体也很好 花生儿有一定的独特的香味 葡萄干则是酸甜可口 把花生儿和核桃仁放到一个袋子里 然后用一个棍子给它轻轻撬碎 如果家里面有破壁机或者有刀的话 我们可以用它来弄碎 弄碎后,把这些果仁和芝麻呢 都放入到装有红豆沙的碗里 下面再加入50克的这个花生油 然后用手把它揉搓均匀 这样的馅料就做好了 你可以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 有红豆沙的甜香,果仁的油香 困在一起,非常的诱人 20分钟后,我们的面团也醒好了 把饧好的石子饼呢,我们用手呢 给它揪出一团 先用手捏成一个圆形 就像包包的一样,把馅料包进去 包的时候要注意,尽量把馅料包在中间 不要露出来 包好馅料之后呢,我们把它揉成一个球 然后再轻轻按压一下 这个面板上一定要撒一些面粉 这样石子饼就不会粘 这样一个石子饼的雏形呢,就做出来了 我们把所有的石子饼呢,一一给它包好 放到案板上的 接下来就是煎这个石子饼 这里头有几个诀窍 起锅放油,油温必须控制在六层左右 这时候把准备好的石子饼呢,一个个放到油锅里 放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油溅到 放入后,不要马上翻动 等石子饼的底面煎成焦黄色后呢 再用筷子或者用铲子呢,轻轻给它翻过来 每面给它煎上20秒钟 到25秒钟 这时候呢,一定要勤翻动 不能大火啊,一定要是小火 大火的话就很容易煎糊 也不能让油温过高 翻过来后再煎另外一面 等到煎到两面都成焦黄色后呢 我们就可以控油捞出 捞出后的石子饼,我们放到吸油纸上 吸下表面的油脂,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太腻 现在这样一道美味的石子饼呢,就做好了 它的外皮呢,是焦黄色,泛着光泽 就像水晶一样 咬一口,外皮酥脆 里面是软糯的石子饼面和香甜的馅料 各种的味道呢,就会在你嘴里散开 非常的好吃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记得收藏点赞,阿勇美之小厨 我将会持续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